為何大人要拒絕他為危險呢 最危險就是不讓小朋友嘗試 加上一層屁在那裡睡一晚 就一流了 好像昨晚在那裡睡 我有個兒子叫墨皮 今年四歲半 其實人們經常問我怎樣教 其實我沒有怎樣教他 小朋友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看過後 會記入腦袋 就像他砍柴一樣 近一個多月我見他在砍柴的時候 已經可以有我們大人的神髓 砍柴後把柴都會像豬肉佬一樣 一大力分到砧板上 他都會做完這一下 然後我真的夾緊在那裡 他就會叫我們看看 我覺得又不是要監獄小朋友 要跟自己工作 而是當他感興趣的時候 不要拒絕他 所以他雖然四歲半 但他已經會拌水泥 砌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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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給他自己去選擇 所以我覺得平常生活好 不代表他覺得是這樣 應該是要讓小朋友自己去選擇他覺得好的東西 而不是把我覺得好的東西加在他身上 我現在居住在八鄉 居住的環境跟這裏差不多 都是在山邊 這樣一個星期大概就回三天半工 其他時間就會和我家人和兒子搬單車 去行山、去玩一下 所以過往我都定位就是 我預入一萬元 但都可以做到我想做的事 租到一個地方去過一些舒服健康的生活 剛剛開始過這種生活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很傻的 什麼都不懂 生火又不懂 可能煲杯熱水都要一個多小時 又或者是不懂得駁水喉 駁水喉也是漏水 不懂得弄木工 東西很不穩陣 用一會就爛了 我當時的感覺就是 我讀大學都好像很沒用 廣大分業 但是煲水都不懂 或者生活那麼基本的東西都不懂 我們會想一下自己過去十幾二十年讀書 讀的東西為什麼那麼廢 連續根據基本生活照顧自己 種東西、煲水都好像那麼艱難 是否我們的教育制度出了很大的問題 生活上那個煩惱 其實煩惱也很少的 天氣都是這樣玩的 冷又冷玩 煩惱很難想的 那種舒服都頗難形容 但是就是那份安穩或者是自在 例如在這裏睡得很軟 在太陽底下睡覺 又或者是坐下你會覺得很舒服 在這裏你會感覺到精神 有活力 就像一個家一樣 即是能夠為你充電 覺得很舒服 小感覺 你會覺得很舒服 你會覺得很迷惱